說實話我遇到有一個 說真的外景主持人 他就是那個時候 已經有老婆了 但是他在 每次在台灣全省的時候 在基本上南部 中部 都各有一個 他只要在南部 中部的時候 一個人住的時候 有暗裝 就會call他們當地的人來 然後後來為什麼會這個 不是因為這個小三 因為小三也很專業 是小事不專業 因為當天他在出外景的時候 就勾搭上了一個 很高的一個櫃姐 然後就跟人家約好說 晚上到他的這個 下他的飯店 然後他就說好好好 然後為什麼這件事會 因為他跟那個 剛勾搭好的 正在上面的時候 那個原配 小三 小三就在下面說 奇怪 他昨天跟我講說 到這邊等他 為什麼 我到了這個樓下 還沒接他電話 然後配搭的原因 是因為工作員就剛好聽過 他認得那個工作人員說 某某某 那個五哥不是在上面嗎 他找我來 怎麼沒有電話 沒有接 你看他是他給我的訊息 所以全部他那個訊息 都被所有工作人員才看到說 原來 他在上面有一個 下面有一個 所以全部人都知道了 重點是那個外景主持人 隔天還看起來 好累 分上半場下半場 真的是累得要命這樣子 所以就算是你說出差 就是不要說國外 連國內都有可能發生 如果有新的話 你一旦出差 是你說出差 分給我